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在討論第一類的直交表 第一類的直交表 然後我們這一個投影片是在討論 第一類的直交表我們怎麼去配置我們的音質 我們怎麼配置我們的控制音質 OK怎麼樣配置我們的控制音質 OK雖然我們前面提到了點線圖 點線圖 OK我們也提到了交互作用表 OK這些都是交互作用表 OK這個都是很好的工具讓你去做配置 可以配置 但是最方便的可能是這這這這這兩個表 OK這個是給兩水準用的 這是給三水準用的 我在這邊並沒有列出四水準五水準 因為那比較少用 我們來看看這個這個表怎麼用 我再再重複一次 這兩個表是讓你做配置用的 這兩個表可能是最有用的 比這個點線圖跟交互作用表 可能是更好用 OK是這樣子來使用 我用一個例子來解說 OK當我們 都是兩水準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表 都是三水準的時候用這個表 OK好假設我們用一個例子 我們假設我們有六個控制音質 六個控制音質 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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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行是 Num of control factors 看你有多少的控制音質 OK然後這一行是代表你的 你的實驗是屬於哪一級解析度的 五級四級或者三級解析度 OK好我們看看六個 假設你有六個控制音質 六個控制音質 我們從這裡上一下 OK在這個地方 好 5到7都可以的配置 可以用這個 OK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去使用L8表 但是你當你使用L8表的時候呢 你只能達到三級解析度 OK 那你怎麼配置 OK你 第一個column 第2個column 第4個column 第5個column 抱歉 1247 照這個順序把它排下去 因為你有六個控制音質 你就照這個順序 1247排下去 排了四個控制音質 然後最後兩個控制音質 你可以從這括號裡面的 認顯兩個 這括號代表你不必照順序 前面沒有括號的 你要按照順序 1247 然後呢這356這三個順序 認顯兩個 出來配置 然後一共六個控制音質 OK好 注意你所達到的只是三個 三級的解析度 OK如果你認為這三級的解析度實在是太低的 不太喜歡的話 因為這三級的解析度基本上 你能辦法精確的去評估 交互作用 跟因子效應 他們都夾雜在一起 除非你很有把握 交互作用 是可不略的 OK所以呢 你再繼續再找下去 OK在這個地方 六到八在這個地方 OK好 你這時候必須要 使用L16表 注意這 整個 實驗的次數 增加了兩倍出來 從八次 增加到16次出來 但是你可以得到 四級的解析度 OK那配置的方式是 12478 OK然後呢 再從這11、13、14裡面 認選一個出來 這邊不用按照 按照順序 OK你可以得到四級的解析度 如果你要更高級的解析度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OK在這裡 6 OK你用L32表 一下子又Double下來 L32表 OK那你可以得到五級的解析度 換句話說你可以精確的來評估 因子效應 跟交互作用 你的配置就按照這個順序 配置下去 OK好 所以我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 你怎麼去使用這樣子 按照一個表 注意在這 唯一要 在這要注意的事項是 在括號裡面的 你不必按照順序 可以用認的 order OK好 這個三 這個三水準 類似 所以我們不在這裡 就去從物的 都使用的方式 都是一樣的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